它真的很好躺 超讚 超讚 我超喜歡 這是我最常用 每天私一夜這樣子 這一台就是我的蒸烤爐 在這個家最chill的角落 哈囉大家好我是Jasmine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跟你們room tour一下 我在台北的住屋處 說實在這間房子其實蠻小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我的vlog 大部分就會知道它大概長什麼樣子了 不過想說還是可以透過這支影片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平常vlog比較不會帶到的細節 然後這間房子在我搬之前 其實不全然是長這樣 我算是花了蠻大的心思在改造它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這個改造過程的話 也可以去看之前那支makeover的影片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超級迷你的玄關開始 首先是這一面 我超級常拿來拍穿搭的大鏡子 這個我當初在買的時候就找特別大 這個應該寬有80或90 然後長有180 那門口這個地墊呢 我是在蝦皮上買的 就量好自己家裡門口這個尺寸 很多都是可以客製化的 因為其實很多蝦皮的賣家 都是從淘寶過來的 所以他們可以客製化 然後從中國那邊運過來 那從門口進來以後呢 這樣子一看過來 其實就可以看穿我們家整個空間了 不過大致上還是有分前面是客廳區 然後後面是工作跟廚房區這樣 那我就從客廳開始介紹 登登 其實我還蠻喜歡我們家這個客廳的 它雖然小小的 但其實五臟俱全 然後小而溫馨 首先先從這個沙發開始好了 當初找沙發也是一番的折騰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家的空間啊 是屬於狹長型的 就它寬度比較窄 然後長度比較長 所以我們的沙發就不能挑太寬的 因為如果太寬走到變太窄的話 整個空間會有一種壓縮感 所以你們看這個沙發 它整體的比例 這邊真的窄非常多 然後大部分空間都留給中間做的人去使用 這個沙發呢是嘎古他們家的 我覺得超級超級好做 我忘記這沙發裡面的海綿種類到底叫什麼 但反正它真的很好躺 因為有些比較便宜的沙發也是海綿 可是你一坐下去就會覺得陷下去 然後屁股有點做到那個木板的感覺 就不太舒服 但這個完全不會 你可以看到它的彈力是很夠的 就它雖然軟 可是它是有那個支撐力把你撐上去 你不會有種陷落的感覺 有時候就在那邊耍廢 然後這樣就可以耍廢一兩個小時 時間就流失掉了 沙發的顏色那時候我也是糾結了非常久 我本來是要選一個更淺 就更接近白色的沙發 我這個是算燕麥色的 雖然說也是淺色 可是其實它髒掉 它有一點燕麥的指紋的感覺 它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被察覺 然後再來就是我整個空間已經是很淺色了 所以那時候想說如果連沙發這麼大一個家具 都是很白很白的話 整個空間會變得比較冷冰冰一點 比較沒有家的感覺 所以最後我就挑了這個比較偏冷掉的燕麥色 然後客廳我通常都會放一個毯子 因為有時候會在這邊耍廢的時候 會覺得冷或想睡覺就可以蓋一下 再來是這個非常可愛的小茶几 其實那時候我很猶豫到底要不要放一個桌子在這邊 因為你們知道我這個空間已經真的不大了 然後如果又要放一個桌子很容易看起來很擁擠 但考量到我跟我男朋友很常在客廳吃飯 所以我還是決定要放一個茶几在這邊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家裡空間比較小 然後也想放茶几的人給你們一個小撇步 就是挑圓形的 圓形的才會讓你的空間看起來不會又被切割 就不會變得那麼破碎 當初我在找茶几的時候其實也逛了IKEA 然後有找到一個499還399一個托盤茶几 那個其實蠻符合我的需求 但我實際看了本人以後覺得它真的超級沒有質感 可能是因為它是不知道是鋼還是鐵做的 就是總之我不太喜歡就對了 然後後來我就上問問找到這個韓國的小茶几 我覺得非常的超值 因為它才700多塊但質感好非常多 給你們鏡看一下 好像臉拍不出來 總之它摸起來是有一點點紋路的手感 就我覺得質感還不錯啦 再來就是電視櫃這一區 其實我本來也有想要把它這個電視櫃拆掉丟掉 然後自己買新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體積實在太大 你們看 這個電視櫃我記得它的深度有到四五十喔 一般電視櫃其實沒有這麼深 它真的做得非常深 然後當初我就覺得這個空間已經很小 我想要把這邊的深度留給沙發或是茶几這邊 但最後我還是沒有拆 然後它這個電視櫃是黑色的 就如果你們有看我的Makeover影片 就知道這個房子大部分以前的家具啊布置是用深色調為主 那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一塊布把它遮起來 然後底下其實收納空間真的很大 不過因為很亂 我就不開給你們看了 我們就介紹上面的東西就好 那從這邊開始就是三個遙控器 然後再來這個是酒精 那因為我酒精會長期的放在這一邊 那我不想要這邊看起來很醜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比較漂亮的瓶子來裝它 這在大創買的 然後這個是噴衣物的 如果你剛去吃完一些比較有味道的東西 回家可以噴一噴 如果沒有要洗衣服就用這個噴一噴就好 然後這一個呢是一些小雜物 因為之前狗狗住我這的時候會需要餵他喝水 餵他吃藥的針筒 然後這邊放一個剪刀是拆包裹用的 這邊是一個水養肌 這是我去年聖誕節交換禮物抽到的 我覺得超讚 超讚我超喜歡 然後這邊就是水養肌的精油 最後這個就是我做的月曆啦 很可愛吧已經到四月了 在門口一過來左手邊 這邊有個超級巨大的櫃子 他右半邊我是拿來收鞋櫃跟一些袋子 然後左半邊是我的包包 然後還有出門會用的一些東西 那右半邊因為真的非常亂 我就不給你們看 然後左半邊可以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邊打開 這邊是我的出門區 左邊這邊就是香水區 然後這一瓶是我男友新送我的香水 Mason Louis Mary的02號 其他的四號比較多人推 但我個人就是有點傲 我就要覺得四號太多人有了 然後我覺得二號的味道也很特別很好聞 這個是我男友的香水 然後我之前用完但是捨不得丟的 這是我在上海的天子方買的 然後一直很想要之後有機會請朋友幫我帶回來 或是我自己再去的時候買 所以他味道非常好聞 這邊呢就是我的口紅區 然後這邊是飾品區 登登 登登 我會把一些出門一定要帶 或是容易忘記的東西放在這 像口罩 然後這是指頭藥 如果我進起來要吃 然後這是一些乾洗手 這是我最近新收到的乾洗手 長得蠻漂亮的 然後這也是乾洗手 這兩瓶是酒精 然後這個小抽屜呢 裡面是放一些太陽眼鏡啊 或是備用口罩等等的 然後這一個是我最常用的 然後轉過來這邊就有一個鏡子 是我貼的 就IKEA有賣這個 可以貼在牆壁上的鏡子 其實很便宜又很方便 因為我在這邊挑好我要擦什麼口紅 所以我就直接轉過來這邊擦 對 然後這一個的往下 這邊是我的相機區 這邊有很多相機的東西 然後這邊也是出門區 就是錢包啊耳機啊鑰匙啊 我都會放在這 因為我基本上很常換包包 所以我的包包卻在下面 超多的 然後我就會拿一個 喔我今天要用的包包 然後把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裝到包包裡面 然後就可以出門了 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 很符合我使用習慣 就是 一我會常換包包 然後二我說要用東西 都這樣一目瞭然 就即便我換包包 也不會忘記帶東西 對 很讚 推薦給大家 就如果你也想要常常換包包的話 就要幫自己配置一個 這樣子的區域 然後這一區在網上就是我的書 跟一些日用品的收納區 客廳就差不多到這 雖然已經講很久了 然後我們再往後走一點點 就會來到我這個 迷你廚房區 就這樣 就這樣 這廚房就這樣 超級小的有沒有 但我覺得對租屋族來講 其實算蠻夠的啦 只是未來如果可以 我會蠻希望我的廚房可以大一點的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做菜啊 或做一些有的美的 這個對我來說一點空間不足 這邊就是我的冰箱 它是一個中型的冰箱吧 裡面是有冷凍庫的 對然後下面就是冷藏 然後這邊我放了一個擦手巾 這邊是一個烘碗區 但基本上我是不會開烘碗鏡 我就是20小時都是把這個門打開 讓它自動乾 只是現在這樣拍起來比較乾淨 所以我就把門拉下來了 再來是這個台子 我跟你們說 我真的覺得圓形的洗手槽 非常難用 拜託拜託以後 各位室內設計師 或是你自己有買小套房的人 請不要用圓形的水槽 真的超難用 就是我都覺得說 你都已經花這空間給洗手槽了 為什麼你不把它做成方形的呢 它就可以多了四個角 然後什麼鍋子啊都可以放上去 像我現在洗這個鍋子放上去 基本上就沒有空間在做其他事了 所以我有點要懸在空中洗碗的感覺 然後這個檯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刮痕 都是我搬進來之前就長這樣了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電磁爐 那基本上我覺得煮飯一個 其實是不太夠用的 可能要至少有兩個會比較好 再來這邊門打開 其實是它的水管區 但我這邊就貼了一個這個小架子 讓我可以放一些比較常用到的配料 這邊拉出來呢就是我的鍋子啊 餐具啊等等等等的雜物 然後這邊拉開就是更多更多的醬料區 這個櫃子的旁邊呢 這一台就是我的蒸烤爐 我超級推薦大家買這一台 我覺得買的很值得 可以跟大家介紹它的型號 是Panasonic的NUSC110 它有大台的但我買的這個是小台的 因為我想說先測試看我到底會不會常用 因為大家就說這一台的缺點就是它的容量比較小 不過我用到現在目前為止是覺得說 一個人或兩個人其實這一台就夠用了 所以我暫時應該是不會換大台的 然後這台它功能超級多喔 你們看 它有可以代替電鍋的蒸的功能 然後也有氣炸的功能 氣炸我還沒用過 然後這邊有烤箱的功能 然後有蒸烤 蒸烤就是它在烤的時候會給它一點水氣 所以會讓東西變成外酥內軟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水波爐的概念 然後這個是如果有人喜歡做蛋糕啊 甜點那種它也有發酵的功能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容量 雖然說大家詬病它很小 但其實我覺得它很夠用喔 它可以一次烤兩盤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我跟我男朋友通常就是烤兩盤 啊我一個人的話就是烤一盤 對推推好用方便 好你們看我的廚房這麼小對不對 其實它是沒有放完我所有的廚房用具的 所以我這邊有自製一個餐水櫃 登登 那我們就從檯面上的東西開始講好了 首先因為我這邊有一個電線收納盒 所以我的吸塵器就直接放在這邊充電 再過來這邊就廚房的東西了 這邊是兩罐不同的咖啡粉 這是我自己的Starbucks的 然後這個是我男朋友他媽給我的 應該是什麼亞馬以家風味的吧 這個比較濃 所以如果我當天比較累我就會喝這一罐 然後如果是週末的話我就會喝這一罐 然後Google音箱 再來這是小米的熱水壺 很多人問這在哪裡買 其實就是小米的 看起來白白的簡單簡單的我很喜歡 然後Brita的濾水器 然後再來這個是氣炸鍋 它長得非常美 但說實話我真的超級少用到它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把它賣掉 因為自從我買了那個蒸烤之後 這個其實更不會用到 再來這邊四個 左上方就是我的微波爐 我在當初櫃子搬過來的時候 我有自己去買電鑽在後面打一個洞 所以那個電線可以直接從後面穿出去 然後這三個木箱呢 是我在好像蝦皮上面買的吧 對因為我想要有一個鄉村風的感覺 如果買那種實心的完全打坐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很像右邊那個櫃子的感覺 所以我最後是挑這樣 就有一點點看得到生活痕跡的感覺 不會說整齊到飽 然後右上方這邊就是放一些泡的東西 像蛋白粉啊咖啡粉啊或是茶等等的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零食櫃 目前是沒什麼零食了啦 前陣子剛好吃完 然後左邊這個就是放那個保鮮盒的 然後你們看它是不是滑得很順 它其實不是這個木箱本來就這麼順喔 它是我下面有去買一個那個小輪子 這樣它可以滾 對這樣比較好用一點 然後這個門打開裡面就是我的餐具門 然後再轉過來這邊有個小角角 是我在這個家覺得最chill的角落 就有很多植物 然後這邊放了一個枕頭 有時候我練習冥想的時候會把它拿下來 就在這邊練習冥想 再來這個樓梯背後呢 藏著我的兩個可愛的髒衣籃 這個是我從上海的時候就是買這一家這個款式 然後一直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又很窄很好收納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我就多買了一個 一個深色一個淺色 這樣洗衣服的時候比較方便 它拉出來長這樣 目前剛好都沒衣服 前幾天剛洗完衣服 其實這邊呢還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然後我們都是拿來晾衣服 就沒有特別佈置 所以我今天就不介紹了 外面也充滿了剛洗好的衣服 然後再來就剩下我的書桌區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位置的佈置 它就是沙發後面緊接的書桌 因為其實當時候我有剛有說嘛 這個櫃子本來是在這裡 然後它原本規劃的書桌區是 面對著這個牆壁 然後我就跟我表姐討論 她就說我是一天到晚在家工作的人 然後如果每天面對著牆壁工作會很憂鬱 所以我想一想覺得也對 所以我就把它們調換 然後這一張桌子呢超級多人問 其實它就是IKEA的 然後它是一張實木的桌子 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當時候買覺得有點貴 五千多塊吧 不過用到現在我覺得很超值 然後這個小墊子也是我在IKEA買的 因為有時候要吃飯或是寫字 怕弄壞這個木桌 我就會在這個墊子上使用 然後我的新電腦 跟我的皮器本iPad 然後這個小檯子啊 是我在舊家的時候 特別為我那邊的衣櫃訂製的 可是搬過來這邊以後 就沒有一個櫃子 可以容納得下這麼寬的一個小檯面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書桌上 剛好有點當抽屜的概念 因為其實這個書桌 它是沒有抽屜的 對 然後這就可以當一個抽屜概念 然後你們看 這東西就可以這樣抽出來 抽出來 這樣 抽出來 自製抽屜的感覺 上面這個呢 就是我開行每一天的一個小小儀式感 就是每天私一夜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這個是獨立書店的 不過我覺得它今年選的句子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我明年可能會考慮買別家的 這邊呢放的是我的薩泵抹沙膏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不太能放在浴室 它會很容易潮濕掉 所以我就放在桌上 如果要用的話我再搖一匙進浴室去用 然後這個鏡子也很可愛對不對 它下面還有這個小檯子 可以讓你放一些常用的東西 那我也是為了美觀 剛剛要拍之前都把它收起來了 再來介紹一下這張椅子 好像沒有人發現我換椅子 但我發現長時間工作下來 我的腰真的超級超級酸 所以我就去訂做了一個這個人體工學儀 這是Backbone的 然後它很好喔 它可以自己挑顏色 挑材質 所有東西都可以構置化 像你這手把要不要翻下來啊 可不可以移動啊 然後下面這個輪子要用什麼啊 然後這邊要什麼顏色什麼材質 什麼顏色什麼材質 全部都可以更換 我來試做一下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我 平常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它這個會支撐我的肩頸 然後這邊突突的會支撐我的背 我覺得長期坐下來真的會降低 就一直久坐的不適感 書桌左邊呢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這個IKEA小推車 這推車我本來其實現在把它賣掉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 一目瞭然的空間裡面 推車其實還蠻 看起來會蠻亂的啦 可是我後來覺得它其實超方便 有時候我需要腳架 但又懶得拿腳架的時候 我就會把相機放在上面 然後讓它移去我要拍攝的地方 書桌的右邊呢 也有一個小抽屜 這個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個也是可以推拉的 它這裡面就是放我剩下其他的保養品 然後還有所有的彩妝品都在這邊 在一樓最後一個空間就是我的浴室 登登 就在這邊 它是用拉門的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拉門的 沒辦法 對 進來以後就是浴室 其實浴室非常的小 然後就掛了兩條毛巾 一條是我平常洗澡用 然後這個是插手用的 然後這邊是阿蟲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台跟浴櫃 下面收納了非常多平常浴室會用到的東西 像隱形眼鏡阿或是生理期要用的東西阿等等的 進來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鏡子 它這樣做全滿的 你們看現在很乾淨對不對 是因為我剛剛擦過了 不然每次這個鏡子 因為它就離這個洗手台太近了 所以你不論刷牙洗點什麼 那個水都會噴上來 然後就超多水質的 我之前在makeover的影片有講過 它這個浴櫃阿 坐的跟旁邊的空間是沒有很合的 所以這邊其實我剛搬進來的時候 掉了很多髒東西在裡面都沒有清掉 但目前都是清掉 然後我也都盡量避免東西掉下去 最後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二樓 上面其實就這樣小小的 沒什麼 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然後它這邊有做一個 稍微高起來一點的檯面 所以就不需要另外的床架 然後這邊的櫃子呢 就是主要是寢具 然後這邊也是衣櫃 然後這邊放個行李箱 然後床的另一側這邊 就是我的衣櫃為主 就裡面都是我的衣服 然後這是運燙機 那我們當時候搬進來 其實除了沙發是沒有的之外 床墊也是要自己準備的 然後我們用的是 晚安奈特的床 其實我是喜歡睡軟的床 可是軟中要有支撐力 因為如果真的太軟太軟的話 睡起來會腰痠背痛的 那我覺得這張對我來說就是軟硬非常適中 然後我當時候覺得他們家的床很讚 是因為他們的床是可以對摺的 因為如果未來我要搬家的話 這點對我來說就很重要 它如果可以對摺 在搬上就會方便非常多 沒想到這個小小的空間 我也拍了兩個多小時 這次拍Room Tour 除了是分享給你們之外 也算是給我自己的一個小小紀錄 因為我發現我從以前到現在租了很多間房子 我都是沒有拍照或是影片留念的 導致我現在想要回去回顧一下 都沒有任何資料 所以這次就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家裡 然後拍了這支影片 做一個完整的紀錄 那其實這房子租到現在三四個月了吧 大致上我是挺滿意的 畢竟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把它改造成我喜歡的樣子 不過還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啦 例如說這間房子它的方位坐向 是沒有陽光會直射進來的 這點我真的很struggle 因為我是一個很常待在家工作的人 然後我又是一個很喜歡曬太陽的人 所以努力克服中 然後另一個就是它的位子離馬路真的太近了 導致外面的車身啊 喇叭聲救護車身 還有那種機車晚上騎超壞 這樣咻的聲音 都超大聲 這是有一點點可惜的地方啦 不過撇除這兩點之外 大致上是住的還挺滿意的 挺開心的 好那就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點個like 然後如果你們對今天的房子啊 家具啊有任何疑問都可以留言跟我講 我在影片上線的前幾天會進兩回 好那就這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